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晚餐吃得怎么样 星光 我问你个事啊 你用AA检测一下 肖母今天和我说 她三个月之后就搬走 是出于什么样的心理 姐姐三个月后要搬走 会不会是计划 我今天洗碗的时候 还确认了一下 她还是确定要三个月之后搬走 哥 我需要问你一件事情 你要如实回答我 不能回避问题 好 你因为小时候的事情 对感情极度没有安全感 更不能和异心有任何亲密的接触 那为什么 会主动亲姐姐呢 可能 可能是真的喜欢上项目了吧 那这样看来的话 只有一种可能了 姐姐不喜欢你 她不想承担这份感情的负担 所以决定三个月后要搬走 那现在看来 如果还想和她在一起的话 就只有一条路 就是在这三个月不到的时间内 让她喜欢上火 还有第二种方式 就是恢复之前 不喜欢姐姐的状态 然后找一个合适的契机 签一份更长的情侣协议 日久生情 这 这也太卑鄙了吧 那哥有信心 让姐姐在三个月之内 喜欢上你吗 星光 我和你说过 感情不是两个人就能决定的 谁也不能保证 在三个月的时间内 让别人喜欢上自己 所以如果哥真的想和姐姐在一起 第二种选择是最好的 简单一点说 如果哥不想姐姐提前离开 就要恢复之前对她的态度 什么态度啊 最沉默 却也是最关心 最无趣 却也是最温柔的你 开心点 哥 至少你克服了自己的内心障碍 敢于表达自己的感情了 即便最后 真的没能和姐姐在一起 好了 后面的事情不用说了 你充电去吧 我上去了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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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